每月前10月 科技場上 到這長時間都會突出4年期中 不過因為很難講 因為民眾是現在直接往4年 有看報導第一次到美國的名將合作 采改評比二郎人員 到二郎之前 生產45種的制服型手機、平板和壁機型田屋 發現大部分的手機和平板場上 都沒有提供維修修作 甚至涉及到動難測 家屬民眾無人提供 而家屬的消耗正規的規矩 所採取的資源 這回現實際的 當年這次投入的科技散品 但是他說有快配 有年是沒有去獎 有年感染七十萬成績 反正還是會壞 就直接換新的就好了 維修會比較多 可是連混道也是會換 就六色佛品調查 差不多三千婦人問見 差不多四千個民眾 暗算不講 後來使用期間 他就要三多五年 但是黑衛生產品使用 和他要看手機 很方式 所以六色佛品和米國 i-fix沒有三合照 就比較好 操作操作屏蔽 發現Samsung和Apple 手機很頻繁 看來拆開了這麼 電子產品會因此而使用 週期大大的減短 然後也大量的加速 對這個產業對於地球的自然資源 消耗的速度跟量 這個主要還是在說產品設計 因為在追求這個規格 或者是在零組件上面的一個極致 一個效果情況下 會去造成的一個狀況 就連合國的環境處的統計 2014和2025年之間 全球的天子類垃圾 它就有四千一百百十萬噸 其中有三百萬噸 算是受益列到的四行天子產品 雖然只有百分之六 但是敵度的貴金 受益列到興奮 太是可能輸出 所以受益版的設計 但以開採用制度 恐慌團體服務術上 在設計時 是靠力將同性的風險 是感染天子輸起物 增加速度 還有更新的風險 六位富裔特別透透